耶稣根本不在乎你带什么问题来 耶稣在乎的是 你知道罪是什么吗 罪是我们生命最根源的问题 而我们往往只关注表面的问题 耶稣关注的不只是你表面的问题 耶稣关注是你生命根源的问题 或者我讲个更大的 耶稣不只要解决我们表面的问题 耶稣要解决我们最深层的问题 这是福音要做的事情 很多的人刚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是带着表面的问题 比如说耶稣啊 我的财务有问题 听说来教会开始十一奉献 财务就会转换 这是表面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有人带着耶稣啊 我想要遇到我的人生的另外一半 我交友软体什么Tinder都已经交到 已经下载到 从Tinder到什么什么Z的 到Z的 可是都没有 听说来教会 就会遇见另外一半 有人说我生病了 跟贪子一样 我来到教会里面来 无论你是自己来 或者你是被人家带来 通常我们都跟这个贪子 跟他的朋友一样 带着表面的问题来求见神 但是你知道吗 耶稣多么美好 耶稣根本不在乎你带什么问题来 耶稣在乎的是你生命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你的罪要得着赦免 当一个人的罪得着赦免 他就有机会活在上帝的律里面 然后不断的让生命更美好 让他得赦免 生命得自由 用上帝的律经营财务的管理 就会得着丰盛 因为他已经有神的话语 有神的同在 他不会错误的投资 他也不会随意的借贷 他更不会用债养债 因为他有神的话 他有圣灵去提醒你 当一个人最得赦免 他进到神的同在里面 开始有神的律法 他就会开始用神的方式 照顾自己的身体 以至于身体就强健 不再容易生病 当一个人最得到赦免 他就开始用神的律法 方式 原则去交往 去预备自己 以至于他就成为合适的人 有一天就遇见对的人 所以耶稣不是要立刻 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而是耶稣 祂要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也同时解决你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边你看到一件事情 神比你更爱你自己